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格局大的人更能知道对自己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 确实如此 没格局的人看不清楚就纠缠不休 有格局的人看得清楚才不拘小节 正如那句话说的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 大懵懂的人小事必思察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心大了 所有的大事都小了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在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与分歧 有时甚至发生伤害 面对他人的伤害 你会采取怎样的态度作为回应呢 爱因斯坦曾说 弱者报复 强者原谅 智者忽略 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 面对伤害 最好的态度是以直抱怨 以怨抱怨的报复行为并不是君子所为 对待伤害 面对怨恨时的态度 决定了你的人生格局 弱者报复 以怨抱怨 以怨抱怨指的是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一种以报复心态面对伤害的态度 报复往往是弱者所体现的姿态 在《天龙八部》中 萧远山因为被带头大哥带领的武林高手伏击 痛失爱妻 巨大打击之下 为了复仇 开展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 她先是偷走叶二娘的儿子 此后又接连杀死谭公 谭婆 玄苦 甚至连不懂武功 无辜的乔三怀夫妇 也死在她掌下 萧远山这样的报复行为 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 它是一种以报制报 非理性行为的典型体现 但这样做 她又得到了什么呢 原来温柔端庄的叶二娘 因为私子成吉 变得无恶不作 专抢他人小孩 成为四大恶人之一 而她的儿子萧锋 被误认为杀人凶手 背负上了不忠不孝 杀害养父母 以及授业恩师的骂名 甚至还险些中了慕容伯的诡计 挑起了宋辽之间的大战 最终扫地僧对萧远山 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杀了他 到时候他儿子找你报仇 然后你儿子又找他报仇 源源相报 何时了 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少见 但这样的结果 往往是非但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闹得两败俱伤 成了一时之快 却是骇人骇己 之前发生的丧子母亲 颇硫酸复仇的事件 仍记忆犹新 北京市房山区 某村村民张二群 13岁的儿子小强 掐死了来京务工人员韩浪 6岁的儿子小亮 小强被劳动教养3年 法院判决张二群夫妇 索赔韩浪15万余元 而张家一直以种种理由 一分未赔 且未有任何道歉表示 法院再次进行调解 韩浪要张家 先支付小亮的丧葬费 也再次遭到张家拒绝 又过了半年 张家的态度 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韩浪为了复仇 尾随回家看望父母后 返回城里上班的 小强的姐姐小丽 在小丽乘坐的公交车上 将一斤浓流酸 迎头泼到了小丽的头部 和身上 小丽因此被烧成重伤 同车的其他乘客 也不同程度地被烧伤 韩浪被判处 有期徒刑13年 赔偿包括小丽在内的 两名被害人 各项损失 共计48万余元 审判完的时候 小丽父亲激动地嚷着 判得太轻了 此话一出 韩浪用戴着手铐的手指着他 大骂道 活该 那是你应该的 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我儿子死了 我也让你女儿受伤 难受死你 因为受伤 所以愤怒 因为愤怒 所以报复 因为报复 引发了更深的愤怒 这世间最好的报复 就是运用那股不平之气 从根源解决问题 使自己走向成功 弱者 只会用报复 来弥补情绪 冤冤相报 最终陷进仇恨的漩涡里 无法自拔 害人害己 得不偿失 若是以怨抱怨 则仇恨永远没法消弭 只会让自己 束缚在仇恨之中 内心变得越来越狭窄 逐渐迷失自我 最终沦为 生活的弱者 强者原谅 以直抱怨 以直抱怨 是孔子所最为推崇的一种 对待怨恨的态度 直 是指以客观公正的态度 不因为先前的伤害 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依然给出正确的态度 作为回应 春秋时期 齐桓公刚刚继承王位 管仲就被关押了起来 因为在先前的夺位过程中 管仲是公子舅的支持者 并且曾经 差点一箭射死公子小白 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出登地位的齐桓公 急需人才辅助 报书牙一再推荐管仲 并且表示 如果想要让齐国称霸 必须任用管仲为相 齐桓公在与管仲 聊了三天三夜后 认为管仲有大财 于是放下钱筹 选择原谅 并且遵管仲为 重负 唯以大权 最终管仲也是不负所托 帮助秦衡公 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与此类似的例子 还有唐太宗 李世民与魏征 魏征起初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 曾劝李建成 早日除去李世民 但李建成没有听 在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非但没有怪罪魏征 反而重用魏征 因为魏征敢于直见 在他的辅佐下 李世民最终成就了 贞观之志的大业 对待伤害能够做到原谅 体现了强者的姿态 宫崎骏说 内心强大才能道歉 但必须更强大才能原谅 对待伤害 秦衡公和李世民选择了原谅 正是这样一种 对待伤害的态度 也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 最终成就伟业 子贡也曾问孔子 说是有没有一个字 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 孔子给出的答案就是 一个数字 也就是宽容与原谅 原谅他人最主要的是 为了解放自己 避免陷入仇恨中 无法自拔 至于那些伤害你的人 自然会受到 法律应有的惩罚 或是道德的谴责 须知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善恶到头终有报 你只管善良 恶人自有天安排 当你做到了宽容与原谅 内心也就会变得逐渐强大 所有的大事也就都小了 智者忽略 一笑而过 但并不是所有的怨恨 都能被轻易原谅和放下的 道德经有言 和大怨必有余怨 意思是说 有些大的怨恨或是伤害 即使调节成功了 总有一些是消除不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 忽略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三国时期 曹操与袁绍 在关渡展开激战 因为实力悬殊 曹操阵营中 有不少人都认为 无法战胜袁绍 但曹操最终以少胜多 大败袁绍 随后 曹操一位心腹 在袁绍军中 发现了许多 部下与袁绍往来的书信 其中不乏一些示好之词 他立刻把这些书信 交给了曹操 但曹操随即下令 将这些书信 立刻焚烧 曹操说 如果他人知道 这些人的名字 心中必有隔阂 难免日后会有怨恨 不如直接复制一句 不知道为好 曹操的这一行为 让那些原本 惊恐不安的部长 转惊恐为感激 变得更加忠诚 为曹操统一北方 奠定了人心基础 有些事 知道了 难免无法释怀 与其难以放下 不如直接忽略 寒山时德 问对路中有云 世间有人傍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贱我 恶我 骗我 该如何处之乎 时德答曰 只需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面对伤害 重伤 学会一笑置之 超然待之 心小了 所有的小事就大了 心大了 所有的大事都小了 让自己远离情绪的控制 正确面对他人的伤害 和内心的怨恨 像强者一样 学会原谅与宽容 像智者一样 学会放下与忽略 少了怨恨 你会发现更美好的世界 遇见更强大的自己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